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四篇第三十章 谈笑风声 修炼室中一身黑衣的红 拿着手中这一杆通体漆黑的长枪 而一身白衣的光头雷神 也在抚摸着手上这一柄通体紫黑色的颤导 好兵器呀 红眼睛一亮 颤导的结构重心 拿着手上非常的舒服 很适合我的刀法 雷神也忍不住夸赞 而且很锋利 轻轻的挥动 战刀划过空气 都有一种切开空气的感觉 红笑的看了一眼雷神 那贴身护甲也是一件宝贝啊 你赚了 看来不单单你我兄弟得到一些古文明遗迹的宝物 这罗锋也有一些宝物啊 雷神不由的夸赞道 他是不是找到了古文明的某个兵器库 否则怎么能找到刚好适合我们二人的兵器啊 而且这么好的兵器 红雷神已经拥有自己的领域 在境界上都极高 就算一把刚刚到处的兵器 只需要稍微挥动感受一番 就能百分之一百二的发挥出实力 主人 低沉的声音响起 刚刚吞噬兽在美利坚西海岸出现 在荒野区范围内吞噬了一家破败的造船厂 将不少服饰的轮船都吞噬了 仅仅飞出海面 两分十八秒就再度飞回海里 红河雷神 镊子都一变 昨夜 吞噬兽就接连出海两次 加上今早 这是第三次了 每次都是飞出海面很短的时间 吞噬大量的钢铁 就立即回海里 他现在变得非常小心 红冷声道 之前的雷射炮 令他开始小心翼翼 不过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竟然连续三次出来进食 肯定是受到重伤 需要吸收大量的能量来恢复实力 对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 雷神郑重道 嗯 红也微微的点头 本来是想 等那吞噬兽飞出海面的时候 遭到机会去截杀 可没想到 这吞噬兽每次出海都极短 就立即潜伏 跟踪锁定 吞噬兽的气息 我们飞到海上去 时刻追踪 一旦他冒头 雷神目光眼力 触发 红更是干脆 他们很清楚 现在的吞噬兽 是重伤状态下的吞噬兽 如果浪费了机会 当那吞噬兽的实力完全恢复 那么他们的机会将更加的渺满 扬州城的外城墙上 江南基地市分为主市区和八大卫城 八大卫城是环绕基地市的 所以战争开始后 真正战斗的是八大卫城 主市区因为在最里面 反而很安全 除非是遭到吞噬兽的空袭 平常并无问题 嗖嗖嗖 刀片飞舞 掠过钢铁城墙下的宽阔河道 这河道是一万级的怪兽 主动从长江的某一点 挖过来的 这条河流长十二公里 宽近六十米 无数的海域怪兽 沿着这条河流 插向扬州城 根本不怕死 退了 退了 城墙上的军人们激动地喊起来 怪兽死的太多 将河道都堵塞起来 后面的怪兽过不来 加上干层那些怪兽的领主 被罗锋一下子杀了那么多 他们当然得后退清理河道 补充兵力 你打为俯瞰下方 嗯 我们大概用了四羊哥小吃的休息时间 罗锋俯瞰的那个 将整个河流堵塞的 无数的怪兽尸体 不由得摇头 怪兽太多太多 每天大海里就诞生无数的怪兽 人类杀得过来吗 短时间内 人类能挡得住 可是时间拖得越久 对人类越糟糕 最糟糕的就是吞尸兽 毁掉基地市的钢铁城墙 你但没有 建设了数十年的钢铁城墙保护 海域怪兽直接杀入人类的居住区 那么就真完了 现在必须先干掉吞尸兽 嗯 罗锋看向手腕通讯手表 是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官方联合发出的消息 两大管主 红河雷神 已经出发 来到太平洋海域 即将和吞士兽一战 旁边李大卫也低头看向通讯手表 开始了吗 李大卫的脸上难得有丝紧张 李司令 我先回住处了 有麻烦立即通知我 罗锋嘱托一声就迅速飞离开去 罗锋飞到扬州城上空 清晰的看到城内许多街道上的大屏幕 已经切换到太平洋海域的画面 并且画面上正有一名黑衣男子 一名白袍光头青年 并肩飞行的场景 这俩罗锋心中一酸 人类最后的希望吗 罗锋默默的道 对于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 将这消息公开并且对全球直摸 罗锋很理解 毕竟两大武馆的领袖 创始人都要拼死一战 很可能陨落 两大武馆怎么可能让两位领袖 默默牺牲呢 面对全球各国而言 这一次也是激发起人类斗志的机会 若红和雷神成功 当然是天大的喜事 若失败 也能借此激起全人类的拼死之心 明月小区作为极限武馆武者的小区 已经开始召集小区内所有居民前往会馆 极限会馆场地是最大的练武厅中 现在聚集了近千号人 练武厅的巨大墙面上挂着巨大的布幕 投影照射在上面 正是太平洋的海域 此刻 红和雷神 地球上 人类史上 至今最强大的两位武者 正并肩飞向太平洋海域上空 他们的目标 就是海域怪署中的最强存在 吞噬兽 旁边还传来解释着战斗的声音 这一场大战 是全球各国直播 包括各国领导人都紧张盯着看 人类至今最强的两大武者去拼命了 罗巡查时 那吞噬兽有多厉害 两位总管主 一定会赢的吧 站在罗峰后面的一名青年低声的问道 罗峰看了这年轻人一眼 这年轻人是新晋武者 刚刚搬入明月小区不久 看着这位年轻人 罗峰仿佛看到当年从连租房小区 搬入明月小区时候的自己 会 一定会赢 罗峰坚定道 近千人 站在练武厅中 都仰头看着那巨大的屏幕 因为时间短 吴管根本没法错那么多椅子 更何况现在这个时刻 没人计较这个 罗峰一家人也在其中 罗峰握着虚心的手 默默地看着屏幕 这一刻 全球都在注视着人类历史上 有史以来最强的两位舞者 一黑衣一白衣 二人犹如传说中的神仙 飞行在夜空中 的确 虽然现在华夏国是正午时分 可是红雷神所在的这一片海域 已经天黑了 哈哈哈哈 红哥 你说这时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 看着咱们俩呢 雷神咧嘴笑道 得超过六十个亿吧 红笑了看了他一眼 这个时候 还有狭心思想这个 糟了 死前得意下不行啊 雷神一脸笑容 细皮笑脸的 几十年来一直细皮笑脸 到这个时候 还是细皮笑脸 红微笑的说道 在这一刻 他们二人的心境 都前所未有的空灵 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将一切都抛之脑后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杀死 吞噬兽 这种状态下 他们二人 反而前所未有的轻松 全身每一个细胞 都好像在沸腾 都已经准备好战斗 主人 吞噬兽 正在迅速朝海面飞去 很快就要飞出海面 声音在红的脑海中响起 论智能系统 其实红得到的智能系统有不少 比如建造战神功虚拟空间 比如极限武馆内部电话 那个永远低沉的声音 红能拿出那么多宝物给人兑换 其收获可想而知 毕竟他是世界第一强者 之前的遗迹很多宝贝 都被他一个人弄走了 像当初罗峰的巡察室大典 红一翻手凭空就出现了 极限巡察力 就是因为他有空间储蓄物品 论宝物质量 罗峰得到的比他好 可是论数量 他就比罗峰得到的要多 飞出海面 红眼睛一亮 走 那边 红一声低河 嗖嗖 一黑一白 两道流光迅速的朝西南方向飞去 黑夜下 狂风呼啸 幽深的海水在疯狂的震荡翻滚 一个个浪头 怕有十几米高 轰 一头恐怖的怪物 猛的从海水中冲出 带有灵甲锯齿四体爪 有力的尾巴 还有那昂然刺向天气的金色尖角 不过这尖角上的金色蜜纹 似乎比过去暗淡了一点 但是他那双暗金色的毛子 且比过去更加的疯狂 那是压抑怒火的疯狂 他现在在不断的恢复实力 等实力足够 他一定要报复狠狠地报复 金角巨兽瞬间飞出海面十余公里 陡然停下 微微扭动他的头颅 暗金色毛子仿佛能看到百公里外 他已经发觉了那有两股气息 不过这种弱小的气息竟然敢挑衅他 这令金角巨兽非常的愤怒 源自血脉中的高贵 令他有着绝对的孤傲 放眼浩瀚的宇宙 他也是最巅峰的血童中的一个 在这弱小的行星当中 弱小的人类竟然敢挑衅他 轰 宁家翅膀微微煽动 瞬间化作流光 直接飞向红河雷神 全世界在这一刻完全秉心 明月小区当中 极限会馆的练舞厅内 近千人都紧张的盯着屏幕 屏幕上幽深的海水上方 吞噬受庞大的身躯 和红雷神已经距离不足千米 轰轰 红河雷神 全神猛的出现在让人心悸的光芒 瞬间 他们已经燃烧灵魂 战斗在一瞬间开始 红 雷神 摆脱了 罗峰握着徐心的手 看了看徐心的父母 又抬头 看向屏幕 幻小说吞噬星空 第四篇第三十一章 玉石俱焚 夜 幽深漆黑一片的海水 疯狂咆哮着 海风呼啸 天地间一片昏暗 而在海域上空 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吞噬兽 和人类最巅峰的两大舞者 红河雷神 已然碰面 轰轰 红河雷神一瞬间 就已经开始爆发出 领域强者的拼命绝招 如果没有领域 是根本没有能力施展这一招的 轰的身体 包括他手中的那杆长枪 瞬间被黑色的亮光给笼罩 雷神 更是全身笼罩着 如同石一般的青色电光 哈哈哈哈 雷神大笑 哈哈哈哈 红叶发出笑声 嗖嗖 二人瞬间 划过两道曲线 直接从不同的方向 冲向那头体型庞大的吞噬兽 吞噬兽 悬浮在半空 那双暗金色的毛子 冰冷看着这两个冲来的人 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类 不过是无数蚂蚁中 略为强壮点的蚂蚁而已 扬州 极限会馆练舞厅内 罗锋在家人的身旁 看了屏幕心中紧张万分 拼命了 罗锋 这红跟雷神这么一拼命 直接是燃烧灵魂 他们的战斗最多持续一分钟 一分钟内 如果吞噬兽 没被杀死 那么他们两个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巴巴他的声音在罗锋脑海中响起 罗锋心中一紧 燃烧灵魂 是跟云墨星一脉精神念师拼命一样燃烧灵魂吗 在云墨星一脉的诸多秘籍中 关于基础的很多 可这杂篇当中 也有诸多云墨星的秘籍 如魂印 虚空之塔等等诸多秘籍 各个博大精神 诡异强大 自然而然 关于拼死燃烧灵魂的绝招也有 当然不同 在技巧层次上 与墨星一脉的密集当然高得多 不过技巧层次虽然高 可是威力还是比不上他们俩 巴巴他连道 他们现在施展的是领域强者才能施展的拼命决召 灵魂 原能力量意识完全结合 沟通宇宙爆发出最强之力 非常可怕 如果瞬间将对手杀死 他们俩还能活啊 可是吞噬咒不死 就是他们死了 巴巴他说道 流营护卫抵达到哪了吗 罗锋问 当初前往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罗锋得到了那已经没有能量的流营护卫 不过通过巴巴他的维修补充能量 现如今已经能够再度使用 快了 不过罗锋 流营护卫是保镖 他们两个去送死 流营护卫也没办法帮忙啊 巴巴他无奈道 竟人士 平天由命吧 罗锋盯着屏幕 和巴巴他对话看似长 实际上是意念交流 瞬间结束 然而就这么一小会儿 屏幕上的战斗已经到了高潮 看成恒星级别的战斗 普通民众的肉眼根本看不清 只能看屏幕旁边的回发 慢发 以及解说 而罗锋 是这个练武厅中 唯一一个能看清战斗的人 不好 吞噬绝招 罗锋脸色一变 太平洋上空 金角巨兽的尾巴 犹如一道幻影 瞬间划过空间 扫向红河雷神 只听着砰的一声 金角巨兽 感觉到对方的长枪 传来极易的旋转力道 令他的尾巴的力量 竟然不由有些乱掉 嗯 金角巨兽羊头 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 他愤怒了 本来他认为两个强壮点的小蚂蚁 他只需要本身的正常力量 就能够轻易的掩压杀死 可是真正一交手 他却发现 这两个看似渺小的人类 真正的战斗力非常惊人 比如他的血脉传承记忆中知晓的 横行级一届人类都要强些 而且刀法枪法技巧上更是惊人 每一刀 每一枪都宛如天成 却根本让他无法预料 可以这么说 这个出生才仅仅一年的金角巨兽 以他漫长的寿命而言 恐怕只是相对于人类当中 刚刚出生喝奶的婴儿 虽然他血统高贵 血脉传承记忆非常庞大 可是除了本身的天赋绝招外 或许其他记忆的知识 是需要去学的 一年时间 哪里够学 论境界 他就算跟罗峰比都差了一些 如果踏入领域境界的时候 红和雷森比 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单遭灵魂的两大人类强者 和重伤的金角巨兽比 差距还真的不是太大 金角巨兽张开嘴巴 不好 小心 红雷神二人都是面色一变 全球通过卫星看到这一幕的诸多强者 各个脸色变了 所有人都见过金角巨兽诡异的吞噬能力 轰 红雷神按照之前的战斗计划 瞬间朝一起飞去 二人竟然在一起 金角巨兽的安金色双眸俯瞰的这两个小不点 更是愤怒疯狂 这两个小人 简直是在找死啊 本来想吞掉一个 竟然在一起 就两个一起吞掉 无形的空间之力 弥漫周围数百米 完全覆盖 红雷神所在的范围 红哥 雷神面子微变 哼 红一挥手 顿时在红的前方 也就是吞噬兽和红之间的空间 瞬间出现黑压压一片大量的金属残骸 叠放的井面 几乎不留一点空间 大量的金属残骸乱体积 甚至于比那一头吞噬兽还要略大一点 180米长 120米宽 100米高 约目试课这个数据 大量的金属残骸秘密的叠放在一起 要知道罗峰得到的黑龙山X81号飞船 直径也才100米左右 而且飞船虽然金属材料多 可是里面很多大厅 舱室控制室都是空的 也就是说 飞船运出战舰之类都是一个壳 不可能是严严实实的都是金属 然而 眼前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金属残骸聚集成的玩意儿 让你吞 让你吞 吞吃几个战争基地你就受不了 我这些可都是古文明遗迹的飞船残骸 从智上 可以比地球的金属高多了 而且这么多金属 足够制造十艘冒险飞船 看你吞得吞不下 红双眸冰冷 心中暗道 唐里推断 跟人吃东西一样 吃多了就得撑 再给你加点 红目光冰冷 随即又是一挥手 哇 仿佛在一起的一大捆长条形的金属物 来吧 这是我刚好从几个国家搜集的一共十八发氢弹 还有用来点燃的原子弹 红刚刚从氢弹原子弹拿出来 金角巨树愤怒的停止了吞噬 发持了怒吼 上一次的一颗1.5亿吨荡量的清淡威力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一下子来了十八发 虽然体积小点 可是金角巨树也不能乱吞 而且呢 一百八十米长 一百二十米宽 一百米高 雷得严严实实的大量金属残骸 他也不敢吞呢 为什么他连续几次出海吞一些金属 而不是一次性多吞点 就是因为饭量有限 人吃多了会撑死 一个道理 他也不敢一口吞下这么多金属 毕竟这些金属一块要抵得上 地球上普通金属的上百块 吞下这么多 他的体内世界也会撑得崩溃掉 体内世界崩溃 他也就死了 发出怒吼 暴怒无比的金角巨树 额头上金角上金色蜜蚊 陡然亮起 他的双眸一下子也变得耀眼的金色 金光迅速沿着他的颈部 背部 飞速窜到他的一双前蹄爪上 锋利的爪提 刷的直接抓了过去 砰 那大量的金属残骸 被砸得胡乱抛废 那锋利的踢爪 直接抓向大量金属后面的 红河雷神 可是 当他的巨大的踢爪 刚拨散开大量金属的时候 一股黑色的气浪 瞬间笼罩过来 速度快了惊人 很轻微的声音 就挽入头发被火焰烧焦的声音 就好似当初吞噬兆 被B6级雷射炮击中一样 黑色气浪 呼啸的擦过蹄爪 最后直接撞击在金色巨角的腹部 那坚硬无比的灵甲 竟然直接给钻出了一个洞 红哥 凄厉的声音响彻天空 一道电光也疯狂的窜向了骷髅洞 感觉了那个黑衣青年 进入钻入自己体内 愤怒无比的金角巨兽 一抓抓向这个雷电环绕的光头白衣青年 刺刺 凌厉的气静 脚杀掠过的白衣光头 扑刺 鲜血血肉乱飞 这白衣青年自腰部一架 全部化为碎肉 上身因为有罗锋增颂的贴身护甲 才能没碎 收 他没有后退 拼着下半身全部化为碎肉 他也要钻进去 他很清楚 他们计划中 红要钻入金角巨兽施展的绝招代价 何等可怕 他们当初设定的计划就有一条 杀金角巨兽最好的办法 就是钻入其体内 拼死 拼死也要杀他 半截的白色人影 双眸冲斜通红 疯狂无比 雷电缠绕下半截的白色人影 直接钻进那个窟窿当中 金角巨兽愤怒的怒吼 可是那两个可恶的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他的血肉体内 全世界都安静了 罗锋盯着屏幕 屏幕上愤怒不移的金角巨兽 以及屏幕的右侧进行的回放漫方 回放中 红的皮肤都渗吐出血珠 宛如鬼神 刺破金角巨兽的灵甲钻入其体内 雷神只剩下半截白衣身体 也疯狂冲入吞噬的兽体内 拼死也得杀死 吞噬兽 是谁一直在死 咱们这些物质增进去